Odia Jungle 在二战中,战争魔头希特勒一直鼓吹日耳曼人的优秀基因,说日耳曼人应该统治欧洲,但是很不幸,希特勒是一个不学无处的家伙,日耳曼人在历史上其实和其他民族并没有什么不同,也是从野蛮落后中走出来的,根本就没有所谓的高贵基因。 日耳曼人在古罗马帝国时期,曾被罗马人称为欧洲三大蛮族之一,另外两大蛮族是大名鼎鼎的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,但是讽刺的是,昔日辉煌的古罗马人,早已退出了历史的舞台,而日耳曼人,凯尔特人和斯拉夫人,这三个昔日的欧洲蛮族,却统治了现在的欧洲。 在这里说几句题外话,可能有不少人都以为现在的意大利人,是古罗马人的后裔,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,如果意大利人有古罗马人一半的飘悍,二战时期就不会那么逗了。 关于意大利人和古罗马人的历史传承故事,欢迎大家关注历史大爆炸,爆炸军会专门给大家做出解读,言归正传,关于日耳曼民族的族缘,现在史学界还没有一个确切的说法,有些神秘论者,甚至说中国的西藏是日耳曼民族的起源地, 当然这种说法完全是无极之谈,现在史学界有一个大事的,可认为现在瑞典的南部境内,和挪威西部境内的斯堪比纳雷亚半岛,是日耳曼人的故乡。 关于日耳曼人,这一称呼的由来,是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最早提出的,他就是古代欧洲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之一波西多尼,他在公元前80年时,第一次使用这个词,也许波西多尼在与中欧的某,一个今天无法考证的小民族接触时,听到了这个词并将他用来称呼所有的日耳曼民族。 后来古罗马最著名的将军凯撒,也在他的高卢战纪中,使用了日耳曼人这个名称,当时是公元前51年,凯撒在东部高卢战役中,将来自于莱茵河东部的以凯尔特化的对手,及其他混合人口,统称为日耳曼人。 凯撒时代,日耳曼人已在莱茵河以西定居下来,向南则已达到多瑙和一代了。 在古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相处中,往往不是风平浪静的,而是伴随着无休止的战争。 公元前12年,古罗马集中3万人的兵力,开始了对日耳曼民族的征服之战。 经过十余年的战争,日耳曼部落大部分被征服,由于无力派出足够的军队去占领整个日耳曼人居住区,并对其实行有效的统治。 罗马帝国只得迫使被征服的日耳曼部落向帝国称臣纳贡,建立强制性的条约依附关系,也许是被古罗马人欺负他了。 日耳曼人终于意识到团结的重要性了,于是一个日耳曼民族的大联盟出现了,团结就是力量,就像蒙古族团结起来可以给事,借带来震动。 日耳曼民族一旦团结起来,罗马帝国也不是他的对手,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6世纪,日耳曼人开始了长达200年的迁徙之旅,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对古罗马帝国的侵略之旅,在日耳曼人的冲击下,古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罗马帝国,西罗马帝国很快就在日耳曼人的冲击下亡国了, 于是欧洲大陆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,由日耳曼人建立的国家,欧洲也从此开始进入了日耳曼人的时代,现今的冰岛人,挪威人,瑞典人,昂格鲁撒克逊人,丹麦人,荷兰人,德意志人,都属于日耳曼人,其中以昂格鲁撒克逊人和德意志人为代表,值得一说的是德意志人不一定是德国人, 因为在德国出现之前,由德意志人组成的国家就存在很多了,即便在今日,德意志人也可能是奥地利人或者瑞士人,但毫无疑问,德意志人一定是日耳曼人 感谢观看